想要學會講故事寫劇本嗎 只要準備電腦 你學費 你出門 利用兩個週六的時間線上學習 讓你輕鬆學會拍片 成為一位大導演 普林斯頓高中學生 以短劇表演介紹影片甄選 學生影展影像人才賠利線上課程 以及聽見你的聲音行動市民論壇 四大系列活動 為了鼓勵民眾使用第三頻道 公用頻道 台北市有線電視公用頻道協會 與台北市觀光傳播局 合作推出系列活動 並且透過線上記者會 邀請民眾一起來參與 什麼是公用頻道 它是根據有線電視法所規定 地方系統業者必須提供 一個免費的專屬頻道 供一般民眾 公益團體甚至是政府機關 可以來申請使用 它的設立目的是要鼓勵一般民眾 要有一個使用媒體的權益 也是我們憲法所保障的言論自由 那麼為了要推廣我們民眾來廣泛的使用 有線電視的公用頻道呢 協會每年都會推出一系列的活動 像是影片甄選 今年呢我們繼續來舉辦台北遊影3 那麼我們也鼓勵一般的學生來使用 有線電視頻道來聲播 所以也繼續辦你的學生影展 另外呢為了使一般民眾能夠學會 拍攝影片跟解決影片的技能 我們其實在今年一樣有一個 這個影像的製作的工作方 可是比較可惜因為今年還是在疫情底下 所以我們今年會改成線上 那麼以這個線上工作方的形式 來幫助一般民眾學會這個技能 來使用我們的公用頻道 為了鼓勵更多的年輕的朋友 來使用台北市有線電視公用頻道 我們協會每年都會舉辦學生影展 那今年更不一樣的事情是 除了大專學生之外呢 我們可以鼓勵報名的對象 也可以是高中職 國中生 甚至是小學生 只要你有能力製作影片 製作好的內容 都歡迎你來使用我們頻道把它播出 另外呢我們今年也有行動這個市民論壇 那麼會舉辦六個場次 歡迎銀髮族 家庭主婦 青少年 大學生 青年人 只要你有話想說 都可以在我們行動論壇舉行的時候呢 來大聲的說出你的意見 那麼有線電視公用頻道是屬於大家的一個原地 歡迎各位來使用我們的頻道 說出你的聲音 使用這個媒體 實踐言論自由的這樣一個目的 是哪天會上傳到影展 那我不就是成為全世界最帥 最紅 最強的人了嗎 不管九天選女將囉 不關我的事啊 哈哈 我要紅了 今年以台北遊影3作為活動主題 為了邀請更多年輕族群 今年的學生影展只要據學生身份 有能力產製作品都歡迎報名參加 另外影像人才賠利線上課程也打破空間與距離的限制 才以線上視訊方式進行 讓民眾在家就能免費 可以學習拍片與剪輯技巧 台北市每一年都會和台北市公用頻道學會來共同推廣第三台的公用頻道 讓民眾呢 有機會來接近媒體 落實媒體禁用前的理念 那今年度呢 台北市公用頻道呢 以台北遊影3為年度的主題 他以台北影像以及公用頻道第三台這三個元素來命名 表達出台北市有好的影片在第三台的意涵喔 用台語發音 更是要告訴大家 台北 很漂亮 那台北市公用頻道今年度會辦四場的主要活動 以及年底的影片甄選頒獎典禮 那包括非常受歡迎的這個影片甄選活動 民眾可以利用拍攝影片的方式來表達出 對台北人事務的各種的看法跟心得 那你展現出台北各個層面以不同的角度視野 主辦單位今年也很用心把首獎提高到八萬塊 那也增設了兩百個行動著鳥的報名的激勵獎金 活動獎金更高達三十四萬四千塊 希望喜歡拍影片 喜歡有故事 或者喜歡想講故事給大家聽的朋友們 趕快把握這個機會 趕快來報名 那除此之外 還有針對學生們所募集的學生影展 以及讓更多民眾朋友有機會來學習拍片技巧 跟這個影片剪輯的影像能力賠力線上的課程 那還會再舉辦六場的行動市民論壇活動 可以走路到台北市各個不同的行政區各個角落 來傾聽不同的這個族群 不同的年齡層 以及不同的角色的各種聲音跟意見 那期待台北市的公用頻道的各項的精彩的活動 都能夠與大家一起走進 走進一個更靠近 更屬於我們自己的一個媒體的一個公用頻道的一個方法 影片甄選今年首獎高達八萬元 另外還增設兩百名行動立獎 只要是前兩百名完成活動報名 就能夠獲得獎金一千元 總獎金高達三十四萬四千元 相關活動訊息可至台北市公用頻道官網 及臉書粉絲團查詢 歡迎民眾踴躍參加 記者林錫會 台北報導